学国学网,专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一提到传统节日,你肯定会想到春节啊,元宵节啊,中秋啊,等等等等 可是这些节日是怎么来的呢?过节时各地有什么不同的习俗? 这些节日有哪些文化内涵?这些节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? 本课程就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的 学习完本课程后,相信您对这些传统节日肯定会有更全面、更深刻的认识 也会从传统节日这个角度感受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彩和美妙 本课程的主讲老师是魏欣,魏老师可是北京四中初中部的国学老师哦 相信魏老师的儒雅、博学、和善肯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课程共八课时,分别为冬至宵寒、元日春节、元宵杂戏、清明溯源、端午追思、中秋季月、重阳灯高、白塔燃灯 课程内容适合初中生和小学高段的学生观看 大家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,建议你每周先观看一到两个视频 然后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拓展延伸 同时联系自己的生活,更深入、更全面的触摸这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日 最后,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白塔燃灯是有关哪个节日的呢?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,赶快去课程中寻找答案吧